7月17日,有了木野导演,明浩监制,薛珍监制并领先主演的电影。 我不是邀神首度曝光正片精彩片段,至于小队夜电话剧时,薛珍饰演的陈勇,未谈着饰演的刘思慧出头。 众主创们用精湛演技本是出人物内心复杂情感,颇受观众赞誉。 我不是邀神作为坏猴子七十二遍电影计划的立作,一是明浩徐珍五度联手,十二年后,再度进入暑期当的重霸作品,上映第十二日,累计票房已突破二十五点三二亿,累计观影总人次超过七千二百六十亿万, 其中三月观影人次超过二百零三点四万,场均人次十六人,上座率百分之十二点二十,指数稳居第一。 同时,即使收获票务平台,评分九点七分的绝佳成绩,但却热音口碑第一,截至目前已有110位大V打分,依然保持百分之一百的推荐度,微博打众评分九点五分。 目前,电影《我不是要神》正在热映,并以RMX中国剧目等多种知识同步放映,感动着越来越多的观众。 精彩片段首度曝光,小人物,携手传递希望之光游玩木月导演,明浩监制,学生监制并领先主演的电影《我不是要神》首度曝光这篇精彩片段,展现主创们精湛演技。 片段中,至于小队夜电话剧时,学生饰演的成勇,为谭哲饰演的刘思慧出头,谭哲从畅快笑容到泪眼婆娑,细腻诠释出角色内心复杂情感。 学生被机械为食,嘴角扬起一丝浅笑,看着酒,把精力跳杆广舞时,笑容逐渐展开,一边大笑,一边呼喊。 最后,镜头聚焦在琴碗泪水,扬起来观的微笑中,短短几分钟,谭哲用三种笑容。 诠释了思慧作为一个单亲母亲,从习惯顺从生活的苦难,到重新品尝到被保护的幸福,心中长期的委屈和隐忍中得以释放。 所有的情绪,全都克制且充满力量的得以重现。 观众们纷纷表示,思慧眼里始终有着不甘被生活打倒的坚定眼神。 这份英气妩媚,被谈着诠释得太美了,影片中让人感到动容的,不仅有谈着诠释的坚韧思慧,更有被称为群像版演员的诞生的众主创男,演绎出电影中小人物之间,因命运相聚扶持的情谊。 书片段中,成有T4会几为豪至千金时,一次比一次提高的音量,展现出内心坚决,彭浩不动声色的握住了桌子上的酒瓶等,细节处理十分精妙,让人物之间的情感更显丰满。 网友感慨,感谢主创们精彩的表演,让我们看到了人间温暖,我不是一个人在努力,还有很多人在一起并肩作战,要努力活着,不仅为了自己,更因为无穷远方,无数人们,都与我有关。 也正如主演盘卓所感慨,作为一名演员,跳房大卖不是我们最期待的,我们更希望这部电影能成为希望之光。 跳房超25亿持续热令文幕也指导功力备受赞誉电影,我不是要杀死上映以来,收获了如,潮得好评,产地出的温暖。 像观众们纷纷表示,我不是要神众真诚,让人清清楚楚感受到生命的热性,愿这样充满力度和温度的电影越来越多,愿每一个人,都充满希望的活着。 同时,电影的票房成绩更是持续发力,上映第十二日,累计票房已突破25.32亿,累计观影总人次超过7261万。 其中单约观影人次超过203.4万,场均人次16人,上座率12.6%,指数稳居第一。 同时,继续收获票务平台,评分9.7分的绝佳成绩,但签热印口碑第一。 截止目前,已有110位大V打分,依然保持100%的推荐度,微博大众评分9.5分。 在电影筹备之初,电影《我不是要神》的剧本写作就耗时多年,多次调整只为最大程度保证剧情干净和流畅的程度。 除了踏实的耕耘剧本,导演讲故事时克制的手法,更是被许多观众称为一部不怕高估观众智商的电影。 全部是点到为止,通过交代有关联的细节,给观众留下了充分想象的空间。 作为后期之秀的青年导演文木也,也受到了业界的充分肯定。 作为监制监林贤主演学征所感慨,文木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,文木也极编剧对角色的设定,决定了人物所有的苦光。 文木也真的是新导演中的奇葩,山珍哥哥觉得自己好幸运,电影《我不是要神油坏猴子》影业。 北京真的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,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,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本有限公司,北京乾坤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,北京唐队国际电影文化有限公司出品,上海阿里巴巴影业有限公司,北京聚合影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万达影视传媒有限公司,油库电影有限公司, 北京真乐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,方金影视文化传播,北京股份有限公司,锦园祖国际传媒北京有限公司,江苏中南影界有限公司,北京起太阳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,天津贸影为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,同时为促进上海电影发展展向资金资助项目。